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月11日表示 在俄罗斯撤军之后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特种部队已经抵达南部城市赫尔松 并称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在俄罗斯放弃了自2月入侵以来占领的唯一一个地区首府之后 欢乐的居民在市中心欢迎军队 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视频讲话中表示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我们正在夺回这个国家的南部 我们正在夺回赫尔松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守军在城郊 我们已经非常接近进入了 但是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了这座城市 泽连斯基称 确保赫尔松安全的措施 特别是清除他所说的大量地雷的努力将尽快开始 他指的是定于11月15日 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 他表示 很明显俄罗斯没有和平的想法 泽连斯基表示 俄罗斯对南部城市米莱科夫移动公寓楼的导弹袭击 进一步证明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乌克兰和世界有能力惩罚恐怖分子所做的一切 恢复和平 按照我们的方式和平 恢复下你 俄罗斯北和平